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他的身高却比同龄人高出许多 臂长腿长 身体灵活的他 进步很快 今天 教练有意安排他和年长的学员比试一下 妈妈李燕的目光 始终没有离开过儿子 随着比赛的进行 平时常爱快乐大笑的他 面容越来越凝重了 比赛结果 小俊昊输了 他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很多 跟人家比的就是要超越你的能力 要去战胜他 知道没有 是不是 这个哥哥人家练了一年两年 你才练半年 是不是 那我妈妈来 你已经有进步了 别 别没坏 你平常跟妈妈最大声的一起耶一样 回到家里 李燕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孩子炖一罐木鱼铜骨汤 铜骨就是容纳骨髓的猪腿骨 含有丰富的骨胶原 是增强体质的上好食材 木鱼干含有蛋白质 脂肪 无积盐 碳水化合物等多种物质 滋味鲜美 唐代以来就是我国沿海一带 强身礼器的滋补佳品 那鸡剑就是做什么东西 要坚持嘛 那就是体力上肯定有一定的消耗 那它的个子又长得太快 我就怕它就是盖补出不够 所以它对肉类 尤其是骨头类的 特别喜欢 沐鱼铜骨汤是福州人最爱做的家常菜之一 福州 派山文海 占尽山川地理优势 丰富的食材让很多妈妈成了烹饪高手 包括曾经是整个九十年代 中国女排最犀利的主攻手之一的李燕 这碗汤寄托着她对儿子的爱和期望 这碗汤寄托着她对儿子的爱和期望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太烫了 是吧 没有吧 没有吧 其实可能当妈妈的真的是不一样 我的角度就希望她心态正常快乐 而且最关键是心态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最关键 健康 其他真的没考虑过 李燕从小就立下向奥运冲刺的志向 凭借自己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出色的攻防能力 1993年李燕入选国家队 三年后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 并于2000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 获得最佳自由人的称号 目标坚定的李燕 不但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而且走了更远 在为排球征战的日子里 从福州到北京 从北京到世界各地 无论走到哪里 李燕都把福州美食带到哪里 风味独特的福州美食 温暖着李燕的思乡情 也征服了她的队友们 时至今日 朋友们仍旧喜欢聚在李燕家中 她的厨艺在朋友圈中有口皆碑